回应沙特军事威胁!卡达想应报复,沙特将无法收看世界杯直播。 自从去年卡达在某些问题上支持伊朗之后,沙特就开始联合多国共同制裁卡达。 断角风波虽然过去了,但是两国的敌意一直都在,沙特一直在通过多种途径施压卡达让其屈服。 虽然美国在中间经过调平缓和了局势,但是不久前,沙特又威胁卡达如果引进新型防空系统,将会针对卡达实施军事打击。 卡达没有理会沙特的威胁,卡达不仅仅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土耳其的盟友,土耳其在卡达拥有军事基地。 沙特要求土耳其军事基地撤出卡达,卡达不答应,土耳其更不答应。 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军事大国怎么可能屈从沙特的威胁,所以沙特虽然进行了军事威胁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实际举动,因为沙特的军事力量对付夜门胡塞武装都很吃力。 沙特虽然武器装备先进,但并没有转化为实际战斗力。 近期卡达开始报复沙特了,针对沙特的威胁,卡达在世界杯的转播问题上不再向沙特做出任何让步。 当地时间6月5日,中东新闻媒体阿拉伯商业,Arabian Business,报道,卡达Being媒体集团在当天公开表示,截至当时仍然无法与沙特达成转播协议,也就意味着沙特不能播放世界杯比赛。 因为Being媒体集团的体育频道,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唯一拥有世界杯直播权的媒体,所以沙特还没有办法从别的渠道得到转播权。 根据阿拉伯商业,Arabian Business,报道截至今天6月13日,沙特依然没有获得世界杯的播放权,而沙特的首场世界杯比赛将安排在14日举行。 Being媒体声明指出,世界的转播仍然是开放的,但是因为价格、转播条款等未达成协议双方依然正义很大。 据悉考虑到沙特与卡达之间的矛盾,国际足球联合会,FIFA,开始进入谈判之中,确保沙特能够看到比赛。 Being抱怨有一个巨大的网络盗用其转播权,而沙特体育局局长土耳机谢赫,Tucky LL,Shake,指出,本来协议已经达成沙特播出世界杯开幕式、闭幕式,以及其中20场比赛,支付3500万美元,但是卡达反悔了。 如今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,真的希望协议达成,沙特能够看上世界杯足球赛。